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中美吃到我难过死了 真的难过死 我托他们来吃这个 他们前两天已经算了 求求你饶了我 我说今天最后一天 我一定要自己去吃 要回去 对对 猪了两周 哈喽大家好 我吃完了 酒足饭饱 吃得嘴唇辣辣的 然后我把这家小菌干的吐司请来了 是不是怎么称会的 请欧阳 欧阳 还是少的 我心管也是很少的心 我想问一下就是 每次我吃到像四川那边的火锅吗 都会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油包 请问这个油包有什么讲究吗 这个芝麻油就是一个煎火 还有解辣 也保护肠胃 那我没有吃 今天我的肠胃就受罪了 怪不得 那就是那如果像我这外地人 不加这个料的话就是 不是正宗的吃的 对对对 成都的嘛 这个小菌干是成都的 成都的那跟重庆的那有什么区别 火锅发源地在重庆 其实 但是到了成都 成都人会吃啊 就给他做得更精华了 如果我们去吃火锅 肯定就吃重庆的老火锅成都人 但是要吃串串的话 决定重庆人在重庆大开 他也是吃成都的串串 火锅跟串串 其实两个可能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我去重庆玩吧 我有一几个重庆的 他们很骄傲的 他们这样说 他们说 三年你去成都吃火锅的 还是成都没什么好吃的 他说我们重庆是正做的 因为牛油做的火锅 想不过现在成都都用 就一般的调和油 所以他说 不好吃你不要去吃 有这个手法 但是见这个甘冠厂不去 他都是全牛油的 对对 我看到上次有个知识普及 就是等它冷掉了之后 它就会立起 它不是起来像塑料那种 它还是软的那种 对对对 原来有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小军 用不是我们小军 但是用牛油 因为这个 这个库大姐 他就是重庆人 他在成都无封甘冠厂上班 他的小孩要吃啊 他就做做了八几年 他就在成都那个 山里山这个天桥下面 就是买的这种手提串串 我们成都人叫他 就这种 就买火了 他就买火了 最后大家都知道 嘿 this is what I finished today 像今天我吃的这个是 微辣 微微辣 中辣还是重辣 微辣 一般圆圆果都是微辣 就是说肯定能邀请我们 他说他需要 需要吃吗 我们就要搞家了 我又到了广东这个地方 要适合广东这个地方 要适合广东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他们吃的他也吃 但是吃的不辣 成都不咸 成都咸 对 成都的火锅 我要加饮的 然后成都的火锅 我就觉得我吃的比较咸 对 他那边的口味要重点 成都人就是为麻能接受 对对对 好好好 谢谢你了 我要试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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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真的 体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